我是奧克蘭亞奧克蘭的專業球隊 我是夏茲晨 用英文流利的自我介紹 來自國立體育大學身高190公分的頭首 大沙沙子晨 以簽約金37.5萬加上獎金5萬美元 成為台灣第一位社區棒球出身 挑戰美國職棒的選手 退下小時候的球衣 換上美國職棒奧克蘭運動家隊的球衣 大沙和家人都特別感動 國小最初不是打棒球是踢足球的 然後到了五年級 爸爸有在打籬球 然後想說一群小朋友組一支球隊可以一起玩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們第一次組成軍然後出去比賽 然後又贏得了首勝 然後很多東西都是第一次 然後那一份快樂跟那種春樸的心 就是烙印在我的心裡 好像在嫁女兒 我兩個兒子沒想到說有一天會 有這個嫁女兒的心情 其實眼淚是強忍住的 其實很激動 但是我也跟大沙講 這個高興只能是一時的 明天開始就要面對現實 要朝著新目標 從頭慢慢一接一接一步的往前走 沙子成國小和國中都在父親沙開橋成立的 Taisa運動家隊打球 直到進入彰化藝術高中 才開始接受科班訓練 而且球速激增24公里 成為張藝的王牌投手 當初高中挑戰科班 這前面的 前面的訓練 然後其實體育班的生態 是需要適應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夠熱愛棒球 這都不是問題 肌力可能跟一般珍貴的球員 會比較不足 可是他個性比較開朗 然後看的事情比較樂觀 所以在球隊應該算比較 快活潑的球員 可以帶動氣氛那些 高中畢業之後 沙子成進入國立體大繼續精進 不僅奪下梅花旗投手獎 也在大專棒球聯賽 角出亮眼表現 長期追蹤他的球探 肯定他的球技 更讚賞他獨有的人格特質 他滑球兩千 兩千八的那種轉速 算很不錯 很謙卑 對 然後就是 我沒有看過他 就是發情感的 就是 情緒上 情緒上 或者是太過生氣 追求夢想的過程當中 真的非常辛苦 那也希望你能夠秉持 就是我所看到在學校期間的專注 那用這樣的一個態度 繼續維持在接下來的一個環境 非常有自己的夢想 另外沙子成也觀察到 社區棒球隊有很多潛力好手 他鼓勵後輩勇敢竹夢 甚至挑戰科班 因為不去嘗試 就永遠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棒球就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高失敗的運動 然後我覺得 持續的投入訓練 然後享受棒球 不要急著看短期目標 然後一步一步走 回頭看 你會發現你走了蠻遠的 這種選手的案例真的很少 所以我們在觀察他當中 就是我們有點像 把他當作一個 美國或是國外的投手 來做那個評估 我覺得這個是好處 因為就是他 就是代表說他可能有 比較多進步的空間 從社區哨棒的運動家隊 到美國職棒的運動家隊 沙子成展開新的旅程 接下來的首要目標 就是強化身體素質 希望早日站上大聯盟